男子坐在位置上目光呆滞 肌肉緊繃 不管周圍的人怎麼拍肩呼喚 都無動於衷沒有一事 男子就像雕像一樣 手持筷子 鞠在半空中 移動不動 救護人員趕來 狀況也沒好轉 你聽到我講話嗎 他是疾病對不對 這什麼名字 我不知道 他好像有一點 就全程僵硬了 逼血糖 45歲的江西男子 到台中南屯活雞肉飯名店用餐 沒想到突發滴血糖就地失化 救護人員趕來現場檢測 立刻給予補充葡萄糖送移治療 江西男子時候表示 對先前記憶完全空白 幸好有老闆即時發現 才讓自己沒有答案 記者楊申 彭宇菲 台中 裁縫不到